大家好,我是Terry 在我很多视频教程里面我都提过了 摄影这个东西它没有捷径 下苦功夫才能出大片 但是今天是个例外 应该说创意摄影这个东西 它本身就是个例外 我们每个人只要在自己的领域 或者自己擅长的领域 走出小小小的一步 就可以带你走上巅峰 可能你会觉得一张大片 需要的是高水平的曝光 或者是高成本的场景 或者是世界一流的模特 乃至是惊天地气鬼神的后期水平 其实摄影这个东西 绝大多数情况下 你只需要的是一个 能拍清楚的相机就可以了 甚至相机都省了 手机拍照也足够用了 其他的东西嘛 有当然好 没有也不会让你寸步难行 就好比人家专业的车队 可以在赛场上飞驰 咱们没钱没团队 也可以在乡间小路上飞驰 等等这个例子好像不太对 总之 重点是让你的片子 看起来与众不同 当然也不是说 非要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内容 只需要和同类型的片子 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不同 就足够了 比如说你拍的是糖水小清新 其他两万个摄影师 以及另外十万个 以为自己是摄影师的人 也在拍糖水和小清新 那么你怎么让观众看到你 让客户选择你呢 大多数人选择花钱搭建 更厉害的场景 找更优质的模特 去世界各地优美的经典拍照 这是高成本的方法 那这么说 是不是穷人就注定要平庸了呢 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作品 如果没有伞产生剪影的效果 这张图可能就是 三线城市低端引楼的产品 但是加上了灯光和雨伞 画面立刻变得更加有趣 如果你要说没有灯怎么办 太阳就是最好的灯光 可能这个时候有人要提问了 我觉得我自己的水平 跟这些创意作品的水平 真的差距好大呀 不 这个你错了 其实一张普通的照片和创意照片 它的距离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比如说 如果我们把Opera Scope这张图中的羽毛拿掉 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小女孩站在水里 这种照片 硬是上面比比皆是 再怎么高级会也要看着生美疲劳 再让我们给这张照片上的伞灭火 你会发现一张神作 变得不仅非常无聊 没有层次 还莫名其妙的 原本深刻的含义 立刻变成了观众心里的疑问 为什么没有下雨还要打伞 对于Opera Scope而言很多时候一个巧妙的道具就让他和普通摄影师拉开了十条街的距离 而对他而言只是比别人多迈出了一步而已 除了道具以外 有趣的颜色搭配也可以让照片瞬间看起来更加有趣 比如这张照片中 一个人站在荒草地上 天气很差 换成我可能就拍几张大头回家洗洗睡了 但这位摄影师用人物鲜艳并且简洁的着装和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反差 给照片加上了一个非常强烈的看点 情绪感也随着增加了 光影也可以产生创意感 比如这组作品 我们都知道轮廓光好看 但是在创作中纯粹使用轮廓光以及轮廓呈现出来的形状来传达观点 你想到了吗 还有许许多多的方法可以让你的照片看起来与众不同 它们都不一定非要非常高超的技术或者非常雄厚的资金 甚至很多这种作品在拍摄和后期上面都非常的简单 但是要注意了 创新不能流于形式 更不能为了另类而故意丢掉技术 把照片拍成形式主义新锐派作品 这种做法我们只能说它非常的幼稚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这一期的摄影三分钟节目 希望有所收获 咱们下一期再见 等等我听见有人说 他什么都没学到 什么 我都说废话 刚刚几分钟里面 我把整个行业最大的秘密都告诉你了 你说你没学到 我都没有消失抓 Wizor 你很节目 diff promo Ź渐